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收看Knockout从入门到精通教学视频,我们今天学习第十一课。 我们第十一节课学习的是如何在同一个页面上面绑定多个ViewModel。 多个ViewModel的绑定,在我们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大家应该会经常碰到。 我们拿上一节课所开发的那个例子来举例,我们回到页面,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选择银行的列表。 而这种选择银行的这种模块,它不是一个单独的页面,它很有可能是在一些,比如说订单支付页面去确认支付的时候, 打开这个银行的选择列表,让用户去选择支付的银行,然后提交订单。 那么这个下单页面肯定是有一个ViewModel的,而我们的这个选择银行,其实已经定义了一个ViewModel。 那样子也就是说同一个页面上面会绑定两个ViewModel。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我们看到如果KO.applybundings绑定两次,那么浏览器会报一个错误。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浏览器会报一个什么样的错误。 我们再定义一个,拷贝一下。 New,然后将这个新实现的这个Model绑定到,好,我们保存代码。 刷新,F12,我们看到,这边它提示了,You can't apply bindings multiple times to the same element。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引用一个组件。 这个JS的组件是可以让大家来绑定多个ViewModel。 我们要引入的这个JS的组件,叫做KnockoutMultiModels,其实就是MultipleModels,多个组件的意思。 这个组件在Github上面是有的,到时候大家可以根据这个组件的名字去搜索一下,它的例子也很多。 好,接下来我为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引用这个KnockoutModels组件,然后如何去定义多个ViewModel。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首先我们要引用这个JS。 这JS的名字是这个,我们拷贝这一段JS代码,将这个JS引用上去。 好,然后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个参数,来初始化我们所定义的这个Name的属性。 我们定义第一个Clankout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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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Name叫做Tom。 ClankoutModel。 它有两个ClankoutModel。 它有两个参数。 它有两个参数。 是我们定义的这个DataModel。 比如说我们这里叫做Content1。 好,我们其实就是找到这个DataModel关键字当中的值。 传入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也就是我们定义好的ViewModel。 好,我们拷贝这一串DIV。 定义一个Content2。 DataModel也为Content2。 我们在这里attach这个Content2。 然后将新定义的这个CorrectViewModel绑定在上面。 这样我们所预想的结果就是, 第一个Content当中B标签显示的是, 我们可以加上一个Title, thisis。 第一个肯定就是thisisTom。 第二个就是thisisJerry。 我们保存代码。 好,我们回到页面。 刷新页面。 我们看到并没有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 我们F12看一下。 好,我们看到这边有JS的错误。 这边提示LiveQueryNotFound。 让你引用这个LiveQueryJS的文件。 好,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我们必须在JQuery这个JS的文件下面, 引用JQuery的LiveQuery这个JS组件。 JQuery.LiveQuery。 JQuery。 好,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 刷新。 好,我们这边看到, 这里显示的效果已经是我们刚刚在绑定这两个ViewModel的时候所期待的效果。 thisisTom。 还有一个thisisJerry。 我们看一看代码。 第一个是DateModel为Content1。 第二个为Content2。 回到代码界面。 实际在我们的开发过程当中, 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定义两个ViewModel, 在同一个页面上面就可以完成我们的需求的。 我们这里模拟一个实际开发过程当中, 可能会碰到的一个开发需求。 来示范给大家看一看, 如何在两个ViewModel当中, 去实现数据的通信。 好,我们首先这边定义的第一个ViewModel。 其中显示。 请选择银行。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选择的按钮。 这个选择的按钮, 会打开我们定义的第二个ViewModel, 其中的选择银行列表的一个界面。 这里我们仅仅是模拟。 那我们的Content2, 我们首先是隐藏的。 其中新增一个DIV表现。 用一个下拉选择框。 这里我们就不是用HTML的关键字, 而是用Click。 Show Bank List。 我们在第一个ViewModel当中, 添加这个方法。 显示银行列表。 显示银行列表。 再重新定义一个ViewModel。 Bank List。 其中定义一个Banks的数组。 KODObservable。 Array。 我们假定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花旗银行。 然后我们有一个SelfSelectedBank。 Bank。 那就是当前选中的银行。 用Observable定义好。 默认为空。 那我们在刚刚定义的这个Select标签上面。 写入DataBank。 Options。 Banks。 Value。 Selected。 Bank。 这里也就是我们选中的这个银行。 那么我们这里还需要在ViewModelBank List当中定义一个Init。 初始化的方法。 我们这个方法需要接受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也就是MessageBank。 这个变量名。 其实表达的意思就是当作传递信息的这个Bank。 在两个ViewModel当中。 将SelfSelectedBank等于MessageBank。 其实是一个桥梁。 SelfSelectedBank等于Ko.observable。 初始的时候也是空置。 也就是在我们的主的ViewModel当中定义的一个SelectedBank。 那我们在点击选择银行这个按钮的时候。 那我们在点击选择银行这个按钮的时候。 串联起来。 也就是我们当ViewModelBankList这个当中的银行选择的值发生改变的时候。 我们的主ViewModel当中选择银行的这个值也会发生改变。 好,我们这里在初始化的时候定义一个BankList是否显示。 是否显示的,定义为False。 init方法当中将False定义为True。 显示选择的这个列表。 我们在复级的这个DIV当中。 DataBind Visible ModelVisible 然后我们在这里复级的ViewModel当中。 新增一个Spam表现。 定义它的字体颜色为Blue。 DataBind DataBind 为选中的银行的值。HTML。 好,我们保证代码。 回到页面。 我们刷新页面。 好,我们这里看到。 请选择银行。 选择。 这两个是我们在主的ViewModel当中定义的。 点击选择按钮。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下拉列表框。 这个下拉列表框是我们在ViewModelBankList 这个新的ViewModel当中定义的一个属性。 我们选择中国建设银行。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在主ViewModel当中我们定义的一个SelectedBank。 这个属性的值。 被更新为中国建设银行。 我们把代码打开。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在主ViewModel当中。 选中。 选中。 不同的银行。 而我们在主的ViewModel当中。 就会显示。 用户选中了这个银行的值。 这样我们就达到了。 在不同的ViewModel之间。 传递。 数据的。 目的。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本节课的内容。 首先我们讲了。 多个ViewModel。 在开发过程当中是经常会碰到的。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演示了。 同一个页面绑定两个ViewModel。 使用KO点ApplyBundings这个方法的时候。 会碰到的问题。 然后我们引入了KnockoutMultiModels这个组件。 在引入这个Models组件之后。 我们定义了两个ViewModel。 来实现了一个主页选择银行。 跟次的ViewModel显示选择银行列表。 这样一个例子。 我想大家应该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 可以去尝试着定义多个ViewModel。 来去开发更复杂的页面。 我们下一节课会为大家讲。 类似微博主页的。 发布个人信息状态的。 这样的一个。 实力的开发。 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先看一看。 关于类似的这种开发过程当中。 所碰到的问题。 好。 本节课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再见。 再见。